歡迎 歡迎 歡迎大家 又來到星期一了 很快 又開始說的我們夜滿滿夜巴巴 真是快樂步都說過 今天我們又有她回來了 今天你又回來 她好像咱都好 已經很舒服了 東西都通了 現在不用再去 剛才上星期一關咪就要拍攝 要去廁所裡面 我們已經煮了醋殺菌 他只拿了火酒淋的咪 這個同事挺好 你不要說我對你不好 一見到你就抓住鼻子 我不想生氣 不想流氣,不想吸空氣 現在我覺得很清新 現在OK 你又換去完日本之後又有新髮型回來 不是,我不是日本製的 你的髮型已經是整個電台都已經 咦,雲開剪頭髮 不是,我是一剪過自己 手紮著後面的頭髮 二紅包剪刀一次就弄了 你是我這一年聽的第二位朋友 一個是西人 他說我不喜歡流音 突然間我看到排音很賤格 我就拍剪了他 他剪到排音去到額頭最頂 沒有了,但其他沒有剪 其他沒有剪 後面很煩 一拍就沒有了後面 是挺好笑的 後面呢 你旁邊看又沒有什麼 我們叫雲開轉給你看看 你以為被狗咬我 真的咬一口 你是不是真的被狗咬 千萬不要讓我的髮型師聽到 他又會打我 因為現在雲開的工作量非常多 他覺得剪頭髮幾個小時是斜尺 不是太多時間 就是要等啊 然後又要麻煩 我又不想剪前面住 我又想剪後面 所以我就決定自己來 外形現在就好像牛仔 好像牛仔 牛仔漫畫的那輪光牛仔 這樣?我沒有想過 你不去街剪頭髮的嗎 是 差點酒飲 是 去街剪頭髮的 你假裝地勤沒有辦法 你也要屈服在我們的剪頭髮 不是的 不是的 我又要說回 雖然我去日本 下個星期 或者再過幾個星期 我才講日本 其實都找到一些東西 要再過幾個星期 那時候都會放涼了 香港沒有人知道 放涼了一點 那你可不可以早些告訴我們香港人 下年 2003年我會講的 我唯有祝你一個不開心的聖誕 哈哈哈哈 遲些會講的 我去完日本回來 我馬上上網聽那個是阿門 那時候真的感謝他 那是非常之高層次的 精彩的 也收到很多朋友的電話 和email 大事討論那個星期一 他們聽完都覺得很震撼 對於他們來說 我真的要去講一些恩由 因為認識阿門太多年了 他只是講過結局 是嗎 沒有說那個恩由 因為我覺得 其實我們真的要 很了解那個情況 就是 我想我和阿門的表達方式 就是兩個截然不同的表達方式 那我就是 所以就是天生一對 都說不是了 真的 我的意思是說 例如我 所有講的 其實我幾方面不同 第一方面就是 我是專門講一些目擊個案 一些case 是關於外星人蝶觸的 一些case 而我的表達方式 就是我用最地道 最大眾 地球人的表達方式 你是教小學中學 不是 我們是用地球人的表達方式 即是不會用電腦電腦不明 你明白 不會用這些 但阿門就不是 阿門就是你明白 奇怪 那有多奇怪 你明白 阿門就是 暫在在一個外星人的角度 立場 其實 去跟地球人說話 即是他是一個 攝影師 我想如果將來找 一定選他 因為他的立場 就是覺得 因為他的層次 已經覺得 我們所謂的目擊個案 已經是太高 膚淺 對 很膚淺 很低層次 他們在研究的 已經是說 不同星系的和諧共存 那些東西 即是他們已經是高層次的東西 但阿門的表達方式 他是不會遷就地球人 即是他來自天狼精 即是他一定會站在外星人的角度 和思維 去說那些說話 即是他們會 即是你完全不會 有留有 即是你會知道 他是完全不留有餘地 去說出他的相信 而且他的 據說就是 圍繞自轉的理論 即地球是圍繞著太陽 整組太陽是圍繞著一件事 整組銀行也是圍繞著一件事 這個真是很合理 但又是證實不了的 又是未證實到 但我證實不了 對 對 但我覺得有一件事是好的 就是上星期聽完節目的聽眾 其實都是一個測試 我覺得 是一個很好的測試 就是我平時用一個很地群的方式 去講UFO的事情 一來到 就完全沒有界限 即是用一個很另類的方式去講一些關於外星文明的事情 如果大家是完全覺得接受不到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為什麼 如果外面有星球人 為什麼美國人不開放那些人 對 為什麼他們不會即時靠 或者為什麼他們不會即時在每個城市派太陽船下來 因為大家的思維 那個思想 那個想法 其實都是狹窄的 但是為什麼不去幫我們克服呢 如果他是這麼高智慧 為什麼他不就降落一輛 在北角電車路上 砰 所以他就派了Moon來 上星期的網路來聽 或者是測試 你想想說一說 人們都會覺得 不是 這樣也可以 那就是把握一下下來 然後就 哇 這樣就 不是的 現在 6點半就行 今天6點半 在北角電車站那裡進去 碰完 未必的 以香港的情況可能不行 即是可能救了整件事 現在要慢慢滲一些教育下去 即是好像我們的公民教育 叫人不要丟垃垃圾這麼多年 為什麼都還有人要丟垃垃圾 現在我不敢說喜歡Michael Jordan 因為他是23號 很麻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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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初步 很嚴重 你去了別處 我去了別處 我想說 剛才想說什麼 想說Moon 跟你何時搞個聚會 讓我們去 喝一杯 吃蛋派對 這完全不是一個妄想 你們不要再 在你的星球 車子妹星是不結婚的 四個人不要妄想 我們不是去這個情書 我不是去這個情書 剛才提到 為何他們會思想狹窄的程度 其實真的未必能接受到一些 即時你會跟你想法一樣的 不是說不接受 是因為有些事情 解數的時候 你會推斷不下去 我們很講邏輯 即是沒有恩人 對 你說無端端 光是走六萬五千里的 蛤? 不是吧 對不對 你可以說 比如說 光是走二萬八千 什麼什麼什麼 因為 我們測試了這裡 從這裡寫在那裡 二萬幾里 出了一秒鐘時間 大家肯定一下 這樣 即是肯定一些 不過我又想用一個歷史故事 去講回 即是信外星文明的一些思想 例如我們地球人其實很迂腐 我們其實知道地球是圓的 都只不過是大概五百多年 都只不過幾年 對 你想想地球人如果說文明的文化 我們當中國到歐洲到我們現在五千多年 竟然真的到我們五百年前才開始相信 我們相信地球是圓的 但是那時候 所有人都相信地球是平的 我們是平的 盡頭就是一個懸崖的 但你想想 去回那個年 現在站在今天 當然是可以笑他們 因為我們有發聲 我明白 但既然說 是圓的那時候的理論家 死定 當時他們都沒有 他們都沒有證明的 即是他們以一個理論 例如他們計算 例如你看日落日出的 那個curve 但他們沒有一個實質證據 在說出來 這似乎就是他們 講了一堆的理論 我明白 即是每個幾十年 那些科學家就要去 prove 這個理論是否正確 直到去到 嘩 真是哥倫布 去到 美洲新大陸 即發現原來我們地球不是 中心 原來太陽才是中心 即是慢慢從那個理念開始說出來 之後等科學家慢慢去證實 去到我們這段時間大家都知道 但可能現在我們對再深層次的文明 可能我們也是用一個很簡單的角度 即是覺得很難理解釋 又信又不可以 對 所以我們需要時間 需要時間 還有需要一些真正的資料 一些bag 慢慢就會有 我相信 我最近有看這段時間 他們說大量出現的詩是告訴你 是要幫你的 即是你們已經出事了 你們還有幾一年 那個人在那裡說 不知道我們毒氣 我們製造的危險 不知道幾一年之後 我們全部都會毒死 因為你想想 那個大氣層 你泡煙上去 即是那個膠袋 你噴煙進膠袋裡 它不走 沒錯 即是污染左就污染左 即是甚至我們現在 朱三角這個香港的地理位置 聞的空氣其實都有味 例如你去到加拿大 去到你住一個月 你再回來香港 聞香港其實是臭的 真的喔 不過你習慣了香港 你習慣了香港 那變成你講的地球 這樣的情況是對的 即是可能整個地球已經是 又二惡甲 又一氧化碳 又這樣那樣 其實整個地球已經是很髒 就算我們不髒死 地球是會overpopulate死 即是人口太多 是的 所以要撇除了你 想不相信外星 想不相信UFO這些 現在我們知道這些資料 即是告訴我們 地球已經是有危機 是的 所以不用這麼告訴你 有些什麼語言 其實那些語言是真的 你要相信 世界末日 我們不是妖言或送 是說這些 而是說你已經知道有些事 關於地球 即是真事 剛才說那些 即是我們會 人口太多死 滅亡是真事 沒錯 因為現在你看 National Geographic 10個 6個 7個 Documentary 全部都在說 那些長頸鹿要迫遷 因為那些人住開了 中國的老虎 又要迫遷 因為那些人 他們住 現在那些猴子 又要沒有了 他們的natural habitat 是 因為有山火 因為有 人又去了那裡 人是周圍都去 鱷魚 鯊魚 所有都是因為人 是嗎 而且吃得吃 就脫得脫 所以真的不是好店 所以我們本來7次本來的 你不會播歌 是的 我想說多一點 就是 阿Moon的想法 其實跟我有一點點不同 由以前 認識她那時候開始 我的立場就是 我的立場就是 我不是很相信 剛才你說的那一套 可能這些愛詩人來到的時候 就是幫我們 我的立場就是 有些是害我們 我覺得 佔絕大部分的 一定有 動機 一定有 有東西想拿 或者我們去幫他做 而阿Moon 相信那裡就是他們 來幫我們 但是 好的事就是 阿Moon去了 立場三年之後 回來 他也有些改變 他說 其實有一部分是好 一部分是不好 我覺得 安慰一點 安慰一點 不要這麼容易相信 一些 幫我們的外星人 因為我也相信 因為 始終一個文明 如果他可以去到 另一個空間 就必定是 他的發展科技 非常行徑 他發展科技的動員力 就一定是他原始社會 那時候是因為要打仗 那如果他的背景 是一定是打仗 所以發展科技的話 他離得我們這裡 一定是有些東西想拿 他說有一句說話 就是 你要世界和平 科技 是必要的 你在講那個CV講 是 世界和平 是一個說話 如果你要世界和平 要peace 技術是一定要的 因為有技術可以控制 但是我的想法是 我覺得你說得對一半 就是 如果要世界和平 技術是必要的 但是要平均分配 但是譬如我一個 技術落在一個好的 其實很難界定是誰 誰好 沒錯 如果落在一個好的 民族手上 他會有peace 意思 但樹大也有呼吸 所以說好不好 是看從哪個角度 所以那個fax就是通股斯的爆炸 就是fax 他說 雲海你不要再投訴 美國政府隱瞞外星人真相 你自己不是也把這些資料 不完全公開 是嗎 一個個體如是 而更何法一個政府 嘩 嘩 嘩 說得很對 說得很好 他簡直說得很好 不是 我是個體 他是政府 對 連你都不肯說 那更何法一個這麼大的政府 這麼多秘密的政府 港武 但是不是的 但是不是的 接下來這幾年應該會陸陸續續 會很多很多 對 陸陸續續續很多 你其實也有一點像National Jewel 在途中 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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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這樣 當然是生氣不上來 生氣什麼 我從來沒見過雲海鎖眉 他做過的手術是額頭的肌肉 是廢了 他不會皺眉 不會皺眉 不會皺眉 你怎麼說得這麼恐怖 他的臉和Michael Jackson是沒有分別的 這麼恐怖 Michael Jackson 好了不要說那些 說一下你今晚準備一些 今天要澄清一點 其實今天 頭一個小時 就要不斷回覆所有的email 以及寄一些東西給我的人 講一些回應 關於之前的記集說的話 因為實在沒有時間回覆這麼多大家 還有實在這幾天的電腦 實在太多病毒了 我已經中到已經黏了 又中了 又中了 又中了很多 我都不知道是不是有人撐固 還有之後 我已經沒有人知道你的email 沒有人知道 有人知道 一定有錢 還有 還有 香港沒有人知道你的email 有人知道 還有 還有我用我的電腦做過很多事情 可能那些人 那些人要負責任 你自己又髒髒 不是 下個小時我會講 因為日本回來 就兜了餅大 收到那次我講 在美國的電視台 羅茲威爾 對 那個Sci-Fi電視台 他們幾個禮拜前 在鋪天蓋地的宣傳 他們有個震撼的UFO case 羅茲威爾的未被公開的資料 就會講 後來我問了我朋友 為什麼要講些什麼 他說都是掘了一些例子 或者是分析一些字 我覺得 都 這樣而已 但是我看完 我真正正正收到餅大 看完了 那兩個小時 我覺得 咦 中間有些事情 我也覺得挺有趣 還有 他當中有些事情 真的沒有人知道 還有他找到的事情 待會我才會講 好 一警鐘之後 我們先看看 有些什麼個案去回覆 因為我發覺很多人 依給我講 就是講花地罵那件事 大家都很關心 因為 我媽媽 聖堂的人 都說 那些網站在哪裏 叫你的兒子 我都不知道 阿雲海 我都是在Yahoo 搜尋 但是 我想天主教裡面 應該很多人都會知道這件事 例如 其實他收到很多遺憾 可以先回覆一下 例如 這個Thomas 他說 其實可能他 以一個基督教的立場 說 其實聖宗裡面 沒有所謂聖Mary 沒有聖瑪利亞 聖母瑪利亞 因為他們 天主教的立場 就是有 他們以一個 所謂耶穌的母親 的角度去形容 所以 問我怎樣看 這個所謂的預言 但我覺得上次也講過 正正就是 因為 因為 耶穌在當時 聖經裡面也講過 除了他自己的死亡和復活之外 就不會再有任何的神職 給任何的世人 於是 如果你說要有所謂的神職 或者所謂的預言出來的時候 尤其是我們過了二千年的世代 差不多是華爾世代 他偏偏沒有違背到承諾 不是耶穌自己去做語言 聖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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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叫我形容 可能是一個使者 即是未必是一個聖母馬利亞 可能是一個使者 可能是一個女性 樣子的使者 可能他是形容為聖母馬利亞 他講這些預言和做那個神職 可能是這樣的情況 但是這樣的情況 做出來之後 是完全沒有違背到聖經 我認為這也是一個挺著的 但無關事 他總之他講的事情是應驗到的 對 不需要理會那個人 究竟是不是真的要執著 究竟有沒有說那個聖母 聖母 他講那個人真的發生了 那件事 他講的事情是真的中了 對 沒錯 最主要是那個內容 那樣的神職顯現到 另外 還有我覺得有些人是很心碎清的 收到電郵就跟我說 因為有些人都知道這些語言 包括這個叫Mu 一個女孩子 她說她是天主教的舞蹈者 未領洗的 對天主教有興趣 她現在在修讀一個修女認可的課程 在研究花蜜碼語言 她也說第一個語言就是第一次是日大戰結束 第二個語言其實上次我講的就是其中一部份 我故意沒有講其中一部份 是故意不講其中一部份是第二個語言 我想你真的完全不知道什麼叫痛楚 要不要我示範一下 你領悟一下什麼叫痛楚 那你可不可以公開同一個語言的結束呢 我講他的講法 因為這個就是那時候有預言到1917年 大日大戰那時候正在打 他就說當時的俄國 將會在幾十年之後 出現了很極大的影響力 和一個變動 之後就會影響世界 那時候不信 不信俄國 是最窮最下 最落後的 有人說 如果用現在的語言角度 就是在講共產主義興起 在蘇聯和東歐的國家裏面 但是我又覺得 我故意去淡化這個case 我心想已經去到 已經由高峰到現在 低潮了 所以我故意不提這個case 當然如果讀花地馬語言 你是舞蹈者 在領世之前 都會讀這件事 他就說第三個語言 沒有提到 但是 你放心 好像是最近才講給教章 最近才講出來 2000年 五月才講出來 我想那些是未正式放進去的課程 你印不切 亦都找不到來香港 給他看 還有現在都在講 所謂2000年五月公開的部分 都是談一部份 都是事實 不過不是事實的全部 沒錯 大家都學得很好 所以我相信 大家在等待 一些新的訊息會出來 我深信現在的教育 那你可不可以先講一些新的訊息 給我們聽聽 先到為快 上次我都講了很多 再講多些 你講事實的全部 這些事實的全部 就不是我所要的 那我希望你的電腦繼續訓讀 是這樣的 是教宗才知道所有的事情 甚至 我們現在這個教宗 當在的教宗 都是一個很傳奇的人物 他不宜是在世 非義大利直的教宗 最長任期的教宗 他還要是 親自去到花地馬 見這個聖路斯亞 即是說這個預言者的女士 這個修女 是三次的 前後 都是挺 但其實他不停地幫他薄喉 醫治他做手術 究竟是否 其實不想他過世 令到覺得有一個世人 一個性人 是 其實呢 這裡又有一個 朋友 很慘 所以你現在看到他 讀書 已經是根皮靈 沒錯 你還要去 一個這麼高年 的老人家 是很辛苦 很辛苦 這裏有另一個聽眾 也是很深水晴的 因為我上次也沒有說到一件事 第三個語言裏 其實是說兩個聖人 之後就會出現一些情況 其實我就 講漏了一些事情 不過這個聽眾 他看了我以前的一本書 就提到那句話 其實是有兩個條件 一個條件就是 兩個聖人之後 過多兩個教宗 就會出現一個宗教瓦解的情況 這是花地碼語言 花地碼語言 那是宗教瓦解 即是線出來的一部份 宗教瓦解 會不會是因為UFO 已經放下來了 大家知道原來是沒有的 是 因為其實現在那時候 說這些滲出來的 其中一個語言就是 形容為 為何可以宗教瓦解 就是可能到時 上次不是說過 有一群的人 是從天而過 In the name of God 對 但是你想到 如果你去到這個位置的時候 你全世界 除了你講講天主教 基督教 回教 印度教 以及其他小的宗教 佛教等等 道教 那你究竟是講哪一個 那已經可以告訴你 一定會出現一個內訌 即是說 可能全部宗教都說 既然 如果你是說 In the name of God 你就一定是 例如我是佛教 你就是佛教 沒錯 那就一定會出現一個 宗教的再大的衝突 我覺得 可能都不會 可能到時大家都 啞了 站在那裡 因為你親眼看到 他不是那些 穿著什麼 類服飾的東西 你明白嗎 之後又這麼奇怪 可能他是完全沒有服飾 可能是完全不同你的樣子 沒錯 可能你根本不用爭 因為肯定一看 就肯定不是任何一個教派 是 可能真的完全不同 任何教派 可能到了那一刻 那就是宗教瓦解 所以 為什麼你剛才說的那個項目 即是 他的瓦解 可能不是高層瓦解 可能是信眾 即是大家不再訓練 你已經沒有power 即是大家不再團結信你 全球 原來是假的 如果你真的有一天去證明到原來是假的 原來你是迷信 這樣就有很大件事 很嚴重的 是啊 所以為什麼 其實在說那兩個聖人之後 還有兩個教宗之後 所以 剛才你說的那個項目也是對的 正如那時候 德蘭修女協習快臨終的時候 其實之前 教程是想盡辦法 救她 是不讓她死 她已經是 如果你說德蘭修女死之前 原則上她已經死了三次了 第一次就強行衝進去醫院 即是直接用心臟起駁器 一直移動她的心臟 強行救醒她 第二次更加誇張 第二次那時候 德蘭修女 我相信這些事情都不能夠強行救醒 如果她都要救醒的話 她都是醒天意來的 不是很強行的 那很多親人現在是很強行的 我告訴你 第二次為什麼更強行 第二次就是因為德蘭修女已經說 跟她身邊的 給我 是真的的 那時候她說了 如果我去的時候 你要給我 不可以救我 但當時第二次她去心臟病發的時候 送她到醫院 不但救她 還未經德蘭修女同意之下 在心臟裡裝了心臟人工起駁器 是真的強行的 迫到德蘭修女在心臟裡 即是不可以naturally 沒有外外的幫助之下過世 沒錯 即是不斷封自己的封血 這就是德蘭修女來講 都是一個 寶寶 其實教宗劇都很辛苦 所以幸好德蘭修女 97年過世 其實她是一個解脫 到現在 人們覺得 如果這個教宗之後 再有一個教宗 那個教宗之後就來了 第三個醫院 對此 ис 人們就堅持 現在這個教宗 堅持 他 不要退位 直至後才會 yn 對 甚至 它對歪這件事情 剛才說了差不多六七年 嘛 你這種大人家арoti cal 歷山 今年 在年頭 現在的教宗才會再重新聲明一次 Feel 性命 就會死為止 fighting 是多疑氣 這個世人 這個地球的命運 我們想改變一些歷史 主宰在幾個人的手上 或者幾個人的時間 在幾個人的 你不要弄死我 弄死我他們的意願 其實我們做這麼多事幹什麼 原來是幾個人在玩 你不要弄死我 我弄死我 別救我 是這樣的 好像股票市場一樣 都是那幾個 都是你現在說的 其實挺義氣的 所以大家都是為自己的理想 去奔波 因為你都管不了那麼多事 你死就都會死 在臨死之前做一些有意義的事 對 都要盡力的 不過剛才你在咪後的討論都挺厲害 你說那個教宗之後可能會是黑人 就應驗多一個 預義 沒錯 不如你講一講 給你心機方面 其實現在在說怕 因為剛才你在咪後都說 有一個版本的說法 就是這個教宗之後那個教宗 會是一個 666 對 可能是不好的一個人 因為其實在 OK 其實在花地馬的議員 即是決定說OK這個意思 即是OK的 施捨你們 不是 你想說到這樣 即是你突然說OK 好吧 好吧 不是 其實第三個花地馬議員裏面 其實有一部分都挺具體的 他都說到 到時 撒旦會用一個人的身份出現 那個身份是入到聖殿的 入到主要所有的高層的世界領袖級的地方 他是說到這樣 即是說不是一個虛幻的 所謂撒旦 不虛幻的 是一個人 化作一個人 正如耶穌化作神的兒子 撒旦亦都發作一個人 到時會出現一個很高層次的地位的人 但當然 這是其中一個版本的說法 即是可能這個教宗 可能會是一個不好的 但也有人說不是的 應該是來這個教宗 應該是好 不過他之後 才出現一個不好的人 現在大家都應該有一個心理準備 就是大家接受到一個很大的轉變 如果這個教宗去了之後 如果出現了兩個極端的做法 就是可能選了一個美國的教宗 如果選了美國的教宗 也是歷史上第一次選了美籍的教宗 如果是美國的教宗 就更加統領了很多東西 包括以前是意大利籍 或者現在是波蘭籍 是歐洲性的東西 如果教廷都是用美國籍的話 歐洲和美洲就大劣盟 在宗教意識上 亦都跟啟示錄很相似 而第二件事 如果出現一個黑人的教宗 亦都是歷史上第一次 亦都是史務前例 亦都是史務前例 但有這樣的可能性 因為現在在梵蒂岡裏面 都有一批黑人的教宗 紅衣主教 是有機會成為教宗的 如果是的話 就更加應驗多一件事 就是諾齊丹馬士 因為諾齊丹馬士 他在五百多年前的預言 都說到 因為當年沒有所謂的黑奴 或者沒有所謂的黑人和白人和黃衣人的交往 甚至他們看不起黑人 但是他說 到了一個新的時代 其實黑人就要做一個統領 以及黑人已經去到一個位置 是高層次的位置 但是不會想到他會做到這些高層次的位置 其實在我眼中 其實這個時代已經來了 因為在美國現在拍拖 國家安全顧問都是賴斯 對 落Oscar的男女主角也是 也是 所以拳王阿里是說得很對的 他說黑人是誰跑得最快的 黑人 打籃球最厲害的 黑人 跳過最厲害 黑人 唱歌最厲害 全部都是黑人 但是我們人類是比很久以前的白人洗腦 他說我們的聖誕節一定是white Christmas 什麼什麼一定是white 天字 天字一定是white 誰在說這些 沒有人見過的 只不過是一個洗腦的過程 因為他很民族 他打每一場 每一個fight之前都會說這些 很挑釁 很厲害的 他很民族的 我看了他的作品 他只會說我們是黑人 很多事情 你細心留意一下 其實很多事情都是黑人 對 但被益壓 白人最厲害的是Marketing 包裝是白人最厲害的 所以這個 如果接下來的教宗是黑人 可能我們的大時代就來臨了 無論他是第三次大戰也好 無論是一個超時代的變化也好 我也在等這個教宗之後會出現一個什麼局面 都是一個很害怕的 不過大家都要繼續生活 沒錯 茶餘飯後再看六點半新聞 是 繼續努力做事 大哥要回家 如果我們坐在那裡等 有時間等 可能有幾十年等 這麼長命 祝大家長命 我意思是教宗這麼長命 用科技幫到他 其實夏年再夏年幾年都 我想夏年都 我想夏年都 行了你不要預言 不要預言 不要遷就他 夏年都很愉快 我想說 你不要亂鬥 你這麼低層次的鬥 我們聽眾一聽就聽出來鬥 是的 繼續回E-mail 有個Fox的聽眾 他以前看過一個節目 就是在說 他在多倫多的時候看的 他說 那時候看一個新聞節目說 因為有一班美國僱員 就告控美國政府 他們那時候在LV51裡做事 因為他們簽了一些保密條約 就不可以講這個地方的事情 但是因為他們接觸那些事情 就是有輻射的事情 他們身上有些病 Cancel 他就說 節目裡面說到 他們晚上會去一個地方 坐一架飛機是無知的 飛到沙漠裡面 那我說是的是真的 這個是他的 看那些碟介紹 都是那個工作 沒錯 你在Las Vegas那裡上飛機 對 沒錯 然後搭飛機這樣上飛機 你在那裡做事 你自己也不知道在哪裡 對 因為那時候 我跟Moon 和另外一個朋友 就是 直接去了那個機場 我們八卦 那個機場其實就是 貼著拉斯維加斯機場 但是是另一個 corner 他是寫著military機場 不是 沒有的 也不是紋用機場 不是 沒有任何標誌 沒有任何牌 沒有任何通道 沒有任何東西 甚至 他們那幾架飛機 就是排在那裡 那幾架就是 載一些人去LV51那裡 那幾架飛機 所有的標誌 和牌 全都是用膠布 綁緊 沒有標誌 沒有Local 沒有編號 沒有任何東西 那些人就在那裡上飛機 即是那裡飛進去LV51 下班又飛回那裡 就走 是真的 這個事情 很厲害 你只去到那裡下車 還要坐那些 那些 才去到你做事的地方 但是就沒有可能 坐到這些飛機 如果你不是在那裡上班 絕對是 也都真的 隨時抓了你 還有一個聽眾 很有趣 有兩個聽眾 分別有兩個聽眾 email了一些東西 就給我 就是講 他問我怎麼看 因為其實在坊間 有些說法 就是日本當年的原子彈爆炸 即是被美國丟了兩個彈 去廣島長期 其實就不是真的原子彈來的 是甚麼來的 即是一些試驗彈 或者是一個架局來的 等等等等 但是我想在那裡講 他問我為什麼不講這件事 我想講 其實我真的不想講這件事 你想講就是告訴大家 你不想講 對 我想解釋為什麼 因為其實 你不用解釋你不想講 不如就這樣講 不不不 我想解釋 就是說 我講什麼小子 為什麼那時候 這麼多年來 那些人說話 那個未必是有限 由他爆炸那一刻開始 其實很多科學家 就已經長住在廣島 長期 就已經做了一些研究 包括 因為他之後那些症 或者腹瘤 沒錯 研究腹瘤 研究白血球症 研究血癌等等 即是那些增發科技 對 那發覺 如果跟一個正常的炎子彈 在那個地方爆炸 是不合邏輯的 即是 他們的血癌比率 是很低的 我覺得如果他們要這樣做的話 是 但是我不想講 為什麼呢 因為我是一個 絕對反核的人 即是人 他等一個核彈 即是我覺得 用核武當年 是的 我都會認 那些人 如果說他的陰謀論 那一批 起碼都是 一半 起碼超過 真的不奇怪 但他們有黑太陽七三一部隊 是的 如果他要這樣做 有什麼奇怪 即是日本 是的 但原子彈可能是一些 不夠厲害 可能 硬醉 可能是一些 天花 可能是一些 但那時候美國炸它 即美國那兩個炸 可能美國覺得原子彈是不夠厲害 是的 不是 他們說可能是弱一點的原子彈 即是比原子彈弱一半的 一個炎彈來的 但我就不會這樣認定 因為這是一個政治原因 哇 其實你很厲害 在二次大致的時候 無端端 美國已經有一塊這樣的彈 打啊 打啊 磅 閉嘴 沒錯 但我完全不認同 當年這樣炸 這是我很堅持的 是的 那他炸了很多 真的無辜 因為我也是覺得 有時人們都會跟我 談到這個問題 都會跟我反覆 如果他不炸 日本當年就會坐大 但我也堅持有一個項目 如果當年是一個 戰爭狀態的時間 你沒理由把核彈 扔去一個 兩個人煙囚物的城市 你可以扔去他的國王 你可以扔去他的戰艦 其實他根本已經針對了一個種族 對 全部死 對 正如你跟人打仗 你要反擊的時候 你一定是炸軍部 軍營 軍閣 坦緩他的橋 炸他這些 沒錯 但為什麼要扔兩個原子彈 在一個 在中環 沒錯 尖沙咀 沒有軍事設施 兩個城市都沒有 對 應該要赤立國 等機場 打仗 當然要癱瘓你的 沒錯 但為什麼當年要這樣做 所以我是完全不認同 所以這個題目 我是不是錯了 其實是不是他下了命令 是炸的 但是那個機師自己瘋了 炸錯了 不會 當年還訪問這個機師 當年還有一個傳聞 說扔炸子彈的機師是瘋了 你現在 只是傳聞來的 因為在五年前 他們做紀念周年 那時候找到這個機師出來 他們都說他沒有瘋過 到今時今日 他都認同當日做事是對的 所以 他壓制扔下去那個人 真是慘 是啊 會被人罵 不是 你自己也責怪自己一輩子 內疚 你飛過去 人家都炸了 所以戰爭造成那個傷亡 是啊 很心軟 那個痛苦真的很長 所以我始終都覺得 所以你說這個是不是陰謀論 我就覺得已經不是一個 我想說的東西 而是覺得 戰爭其實是一個非常離譜的事情 現在美國可能又炸不了 是啊 你好像提醒我說這件事 也有人跟我說 他就說 上次我說回地馬的時候 你們預言說到巴比倫的淪陷 很多人都相信巴比倫的淪陷 就是巴比倫 就是紐約 我也沒有說到一個點 我現在告訴大家 其實你那次不說 其實你是漏了 我漏了而已 其實我漏了而已 我不是故意的 我漏了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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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巴比倫 其實就是在哪裡呢 巴比倫 就是 不是 古代的巴比倫 就是 正正正 就是現在的巴格達 伊拉克 他當年巴比倫的城門 現在就是在伊拉克的城門外 就是說 如果 美國開戰 伊拉克 包括 包括《花地馬語言》 《諾齊丹馬士》 和《聖經》 就中了 那你這樣說 那就是大家看著這個新聞 所以大家 為什麼在美國 尤其是歐洲和美國 這麼緊張 而且你看看 每個星期都有反戰示威 在美國和歐洲 為什麼這麼緊張 不想他在詐伊拉克 其實就是在說一個語言的問題 大家想到 布殊為什麼不知道 為什麼沒有那些 或者他想復復的語言 那些將軍的司令 那些兩撇騷那些 為什麼走過來說這個語言 我們不可以中 但是可能他想中 他想中 他想中 包括如果你今天看新聞 我想布殊是這樣 如果今天看新聞 我更加肥而阻私的事情 因為今天 如果你看國際新聞的時候 伊拉克的副總理 他走出來跟美國記者說 他說原來他自己是一個基督徒 他是一個回教國家 但原來他是一個基督徒 他相信聖經的語言 那你想想他這一批 他這樣說其實都挺害怕的 因為 就是想告訴你我們知道了應驗 但是為什麼布殊會想應驗呢 嗯 你問我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回答你 為什麼他會想應驗呢 或者他現在不打呢 這麼變態 或者他不開始想不射呢 唉 開心那有一天 不開心那又那一天 真的啊 告訴你是真的 開心有感覺不開心有感覺 雖然可能有些語言 可能你聽到似的好像很真 但是大家謹記 真的要繼續做 有語言也是這樣過 沒有語言也是這樣過 沒有語言也是這樣過 有財赤也是這樣過 沒有也是這樣過 都是這樣過 吸空氣 是 是 繼續 最基本的 人生就是這麼簡單 是 就是呼吸 就是這樣 是 說得很適合 今天我們還是繼續 黑星星期日 剛才雲凱已經回答了一個小時 不問過幾小時而已 其實都不是回應了 不回應著 待會有時間再回應 那很不公平 那就不重要了 你這個人的image 一向都是不太公平 你這個世界沒有公平 都配你 都配你 是的 要說回 因為在日本回來之後 收到美國那邊的帶 就馬上看完 因為太緊張了 因為那時候 美國幾個星期之前 有一個sci-fi電視台 就是美國一個 Cable 有戰的 不是每個人都看到那些 竟然做了一個特輯 就是鋪天蓋 他們這樣說 有一個新的羅茲威爾事件的證據 大家都等 但大家都心裡都覺得 都是那些解憤惑星人 或者都是覺得 好像Nestero做Graphic 但是比較猜中 雷聲大 雨點少 有些東西的 不過就不是很多 他們就說 有些崛泥的東西等等 看完呢 但我整兩個小時看完 我就覺得 咦? 又 比我想像中好些 他不是真的吹得那麼誇 因為他當中找到很多資料 還有找到很多補充 但是最主要 我說回他們最主打的東西 在哪裏呢 他最主打的東西 就是那時候 找了一班的研究人員 還有一班有興趣的人 還有新墨西哥大學 新墨西哥州大學 一個地質學家 還有考古學家 叫Bill Dorman 他聯合了當地的人 去到一個現場 即是說羅茲偉的農場 當時走過1947年7月 當時有人目擊到UFO 即所謂的飛碟 墜毀 原來他們在裏面研究的人 發覺墜毀的現場 其實不止一個 原來有三個 原來是怎樣 原來當時的墜毀 都是那塊大的農場 因為很大 三個那麼有趣 即是瀑瀑瀑 沒錯 原來是第一次瀑瀑 撞了地之後 是彈回上天 之後再飛了 即彈回上天 已經是一個所謂的反彈力 再去到第二個位置 其實就是 塗了地 即是說 插了一片土地 之後再彈起 即是是一個反彈力 即是很厲害 在第三個地方 才整塊掉落地 就碎了 爛了 這樣的情況 於是 因為之前 其實我講一下背景 其實羅茲威事件 其實是一個 很有趣的個案 甚至之前 都有錯誤 這個就是最迷的地方 即是到今天 都是 包括所有的資料 都丟出來 都不完整 即是砌極 砌不到那個puzzle 這個是最迷 甚至連元首級 UFO報告都沒有這個個案 那裏面原來講 有三個罪位地點 但以前是說 只有一個 但當然以前 我都知道 聽過有三個 但就不是 他形容這樣的罪法 但他形容的資料上 就是這樣的罪法 那似乎 他們去到現場 但在現場之前 首先用一個 可以說是 在高空 拍到農場的位置 首先要知道 整場的位置裏面 用一個熱能探測的相片 就探測到哪一塊地的輻射量 跟正常不同 是 他有沒有發現到 是 挺聰明 發現原來有幾塊地 大概二至五塊的區域 熱能和輻射量是高的 他們針對那個地方 去進行挖掘 他們挖掘的動機 其實很簡單 即是說 他們有兩個想法 第一個想法就是 既然這個事件是52年前 52年前 沒錯 不是 55年前 Sorry 總之1947年 對 1947年前 那時候墜毀那三個現場 應該是受到風吹 雨水 或者泥漿再蓋過的情況 就會被蓋了現場位置 他就掘回深深的地方 計算當年幾十年前的地面 還有嗎 還可以保存那麼久嗎 其實他們現在計算的化石掘 都是一樣 沒錯 他不是計算一些複蛇嗎 不是 譬如他說 這個恐龍在幾年前 那個地殼應該幾深 沒錯 他計算55年前 那個位置 主要原來他不是為地質的問題 而是他想知道那一層 就不斷掘些泥漆出來 就去篩 看看會不會 因為如果那個… 還有些碎片 對 因為那時候如果整個碎片 它未必能撿光 對 應該撿不完 還有一些彈走 它就駁在當中會找到一些… 是啊 真的 都挺說實 挺荒刊 不過如果有志者 就一定會做到 因為這些有奇蹟 就是無緣無故被你附輪 沒錯 就撩了一狗 沒錯 豬之馬 就是天網恢恢 沒錯 他們就想做這件事 他們很認真 認真到怎樣呢 認真到因為他們聯手和電視台 和他們自己搭 而且他們是聘請了一個所謂的保安隊伍 真是… 就是有武器的保安隊伍 不是封 就是有巡邏車 是長期圍繞著這個牧場 四周 就是不讓任何的人和任何其他東西進入 就是他不想這個地區有任何政府人員 或者其他人去搞他們 或者去偷龍轉鳳拿些東西 或者拿走些東西 甚至每一次掘完 就是塗完那些泥 之後再塞完 再剩下那些所謂的灰盡 他就會不同的地區一代代 就放在紙袋上 就封住那個地區 什麼時候掘的等等 就叫這些secure人員 去到當地羅茲威爾的銀行的儲存庫 嘩 這麼嚴重 這麼認真 認真到 但是他是說 由今年的年頭開始到現在還在做 即是未來還在做 即是農場 不知道他要掘多大 真的 但他就掘每一塊 美國政府沒有停止他去掘 因為那是一個私人量 所以是 是的 他都經這個私人農場的主人同意 當然同意 那那個主人當年是否有目擊者 當然他其中一個是 因為他其中一個所謂的主人 就是他現在不在世 即是他的家人 就是一個騎著馬 一個牛仔式的人 當時是看到整個墜毀的過程 之後整個地面是碎了任何的東西 那他當時是通知當地一個軍人 就來到去看 而那個軍人是知道 因為有這樣的事 才要發放 但這件事一會再講 因為他找了一些人證出來講 那去到現在 即是一個掘 但問題就是 他掘的情況 去到一個其中一個位 他有一些挺有趣的地方 就是 原來他掘到一個坑 他原本想是純粹拿一些泥 做樣本 但是他就拍到 即是展示給電視台的人 有趣的地方就是 其中一塊地的掘完之後 其中一個泥層 就是一個打斜 一直打斜 打斜 好像有東西剷過去 的一個痕跡的位置 而 他掘到 他掘到 即是根據住在那裡的人的顯示 對 是 沒錯 他掘到之後 而且他覺得很有趣 就是 那個剷過去的 那個長痕坑 上面那層的泥 他說不是天然的泥 就是說 是事後有人 蓋上去 蓋上去 這個他就覺得 咦? 真是此地無人三八兩 我始終覺得 羅茲偉的事件為什麼這麼迷 就是 如果這個是一個很普通的事件 你不需要做這麼多動作 這個是 那些人覺得 這麼有東西的原因 如果是一個坑的位 其實你無需找人 是 蓋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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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什麼 對不對 這個事件是 有一點陪伴的出現 而且 他還在做 我們在聊節目 這一刻 還是在做 他不斷有些義工去幫忙做 那 整件事情 原來他們不是真的是 就是隨便做一個show 掘幾個泥 是認真研究 原來是認真 除了那個狠有什麼發現呢 如果你說掘泥的方面就只有這麼多 如果有任何的掘到碎片等等 就會公佈 但當中有些個癮的個案就是 他找回很多的人物 這些人物就是 目擊的人物 包括目擊的人物 包括一些目擊的人物的子女 這些人 因為從來都沒有在電視機 或者在全國媒體裡面 去講過一些說話 即是作為一個球 都是有些人引述那些人去講一些話 或者可能有些人猜他們講一些話 但這次他找到很多人 去在電視機前面 去講一些話 講來此外 講來此外這件案子 例如我逐個順目去講一下 因為我覺得挺另類 例如他其中一個 一會兒我們可以有些聲音聽一下 好 已經準備好了 第二段可以聽的 慢慢講 我先看一鐘 什麼時候 什麼時候我告訴你 其中一個他訪問就是一個 叫做Jazz Marsher的一個男士的軍官 當年是羅茲威爾的軍官 的兒子 兒子的名字真的很好 叫做 Roswell 叫做Jazz Marsher Junior 就是每個人都知道他是他的兒子 原來這個軍官 原來當日這件案子出來的時候 就是他其中被委派去到事發地點 上司叫他去找出這個地點撞擊的位置 有沒有一些任何不尋常的物件 都挺有趣的就是 原來當時 因為他撞擊那一刻 都說了 其實當日第一月 第二就是 剛剛其實就是 所謂世界有陰差陽錯 就是因為那時候開始 已經準備著放這個 國慶 已經軍人很多高級的已經回家 這個陰差陽錯之下 沒有軍人 高級軍人阻止之下 消息是第一第二是殺放了出來 所以軍人是不應該放假的 對 而這個Jazz Marsher 他私下就覺得 很有趣 為何整地碎片 還有他形容當時 有紀錄的 當時他講出來 因為這個人已經過世了 他就撿了碎片 碎片是上次你看VCD都說的 把所有金錢都打開 他甚至是燒過 都燒不著 甚至是他找了一些 鐵通的位置的東西 上面就是有一些文字 他完全看不明白 好像外星文字一樣 當時他就拿著這些東西 他沒有即時拿回去軍部 先拿回家 對 拿回家 收了幾塊 不是 他是怎樣 原來那時候已經心燒了 他拿回家 其實就好像發現新大陸 其實我覺得正常人的反應 回家 喂 老婆 兒子 誒 好可愛呀 這些東西 不知道是什麼來的 外星東西來的 他就給他們全部 整家人去嘗嘗 因為當時 實際太事出突然 也沒有想過這些 可能是各家機密的東西 後來電視台 就訪問 這個兒子 當時他爸爸 拿著東西進去的時候 小說話 很快的 現在看看 怎樣形容當時他爸爸 說 和他爸爸去過 形容當時的建議 先把力量開 對 因為他可能有些空氣 因為錄得不好 我們來看看 對 對 對 哇 不是你那個 不是 這些不是的 我父親進入我的房間很興奮 他想要示範我們一些材料 我認為他的指示是 這是一部分的飛鞋子 要停了 要停了 不要聽了 蝕了 不是 待會繼續會聽 剛才他說的是什麼話 他說當時他的爸爸衝了回家 當時撿了一些 他就說他很著弱 很著弱 他爸爸就說那些是一些來自 飛碟的殘骸 碎片等等 這個是挺令到別人奇怪的 你想想當時如果人們撿到這些東西 但後來你知道 公佈出來的時候就是另一個版本 就說是氣球等等 但當時人們都說如果真的是氣球 怎麼可能羅茲威爾軍事總部和羅茲威爾軍事學校 都是在羅茲威爾 而他最令人猜疑的地點是什麼呢 就是當時 剛才我們講的項目也很對 就是509號部隊 509號部隊就是當時全世界 1947年唯一一個部隊是擁有核子武器 就是羅茲威爾 就是羅茲威爾 所以那裏就引到外星人的注意 有可能 或者可能不知道 他們試一些東西的時候 撞到外星人不知道 但是問題就是 當時訪問了很多509號部隊的一些軍隊 像一些裝碎片的盒子 釘實了 有些盒子形容像一個棺材 有幾個棺材的形容 這麼大嗎 就是裝外星人屍體 他們猜 因為他沒有眼睛的外星人屍體 就是長長地 大概五尺長 五大 五尺長到的一個盒 好像棺材那樣的東西 就運上去 那些人當時都猜的是什麼 但是那些人都不知道 但是那些人就證實到 例如其中一個叫做 羅茲威爾的一個軍官 現在29多歲那些 他說當時他也是不可以說 但是現在他說 他證實當時一箱箱這些東西 運上飛機 運走 嗯 而另一個叫做George Lawlin的一個軍人 現在也是9幾歲那些 他是最後一個上軍機運東西 是啊 他證實當時 其實運過一箱箱的東西過去的時候 他說不是很沉嘗地運普通的子彈 或者儀器等等 當時所有一箱箱的東西圍住 都是一些拿了長槍的軍事人員 好像放肥 抱著的 嘩 是很緊密的 是 是 是 因為他說當時他在羅茲威爾軍部裏 做了這麼多年 都沒有試過運一些東西 嚴重到很緊張 是 他們說 都覺得很不尋常 很嚴重的 但當時也不讓他說 是 另一個軍官 叫做Robert Scher 但是也是現在9幾歲 他又說現在終於肯走出來說 嘩 真的舒服了 忍了這麼多年 9幾歲才敢說 是 被人暗了 他直接看到三個棺材 他直接看到三個棺材 就是運上飛機的 而當時 當第一 他還未正式有很多命令 下降 告訴別人 不准說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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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上司跟他說 他肩膀說 我們這次發達了 我們將會改變歷史 我們現在的發現 完全是改變歷史 是的 的確 但是之後他再問所有人 那些人就不准說 是的 他這個改變歷史 改變不了 但這件羅茲威爾事件 怎麼會受到公眾公開 先後來被人暗 就是剛才說到第一件事 就是大家放假 第二件事 就是當時到現場 低級的官員 看到一些飛碟 飛碟殘骸等等 其實當時有一個叫做 叫做Water Water Hurt 的Officer 也是509號部隊的人 但他不是軍人 他是民職 他原來是負責對外公關的 哦 沒有 沒有 不是 他不是沒有 而是當時這群軍官 因為當時沒有高層人員 就通知他 告訴他 喂 我們發現了一些東西 我們發現了一些飛碟 我們是否需要向公眾公開呢 這個Water 即覺得我是公關 我每一次收到公關 任何的資訊 就是要向外公佈 也沒有上司去阻止他 那怎麼辦呢 那就公佈了 就公佈了 所以當日第一天的羅茲威爾的新聞和報紙 報紙 全部其他雜誌報紙都是 就是他親自把消息告訴所有的全神 那這個報紙有記錄的嗎 有記錄 有記錄 沒有記錄 我們那時候去羅茲威爾 看到這份報紙 那天那一晚 整個美國的新聞就開始轉錯這宗案件 後來第二天的下午 就已經開始有高層人說不准說 之後就說這個是氣球 但這個人 我想他又是忍了幾十年 那就是這個公關 這個公關還沒死 那在西花電視台找這個公關 說回當日那個軍官 找到一堆碎片之後 跟他怎樣說 他又說回來了 就是這個Walter的公關 大家聽一聽 之後我們會翻譯 去掉了 是 剪得不好 最好 只是這個公關 對 那我不可以握的 是 那就是他 因為當時他連電來給上級 他是否可以證實 真的有一個碎片 是 因為我們已經找到一些 叫Fine Saucer 飛碟的一些碎片 於是他就不聰明了 就是他就不聰明了 他竟然將這件事直接公佈了 就是他了 就是這個人還沒死 他以前是不能說話的 但他現在是本死 他現在說 當日他們真的這樣通知我 他說見到Flying Source 很深刻 一世人都未必遇到一世 我意思是他忍了幾十年 我真的覺得他很慘 知道整件事發生裏 所有人不能說的人 所有人都是在監 是的 一定被監視 沒有言論自由 甚至他們之後也訪問了很多人 例如其中有一個 叫做Jim Dennis 他說 當時他有些朋友 因為諾茨威爾不大 很多軍部的人都認識 他有一個朋友在軍方醫院 當時我去到被人驅趕 軍方醫院 有些同事 他的朋友 親自見到他們的上司 和一些公務人員 去到那個房間 正在解鎖一個外星人 好 繼續回到晚上 晚上的星期一 雲海繼續討論 羅茨威爾 看了電視的新版本 因為剛才跟范婷談開 羅茨威爾的個案 為什麼這麼迷 就是因為 你將幾十年來的報告 人證物證 檔案 任何事情 都放進去 總有問題 總有不同的事情 但當然 overlap是對的事情 大家共同的事情 其實很常人說謊 或者不是說謊 我意思是一個歷史個案 就算現在也是 可能有三百六十度不同的面 去看那件事 羅茨威爾 那件事就是可能有很多面 去看那件事 所以大家說出來的版本 都有點不同 但剛才說到 那個 他聽朋友說 去到軍事醫院裏 真的有一些人員 解剖一些人 但外星人在電視裏 說的證據裏 又不是那些灰人 不是小灰人 不是gray 而是他們形容 叫little green man 綠色的 皮是綠色的 不是灰色的 即是他們這個個案 可能是另一個種族 就是有蠻黑色的 這種可能是我們地球 有白色的 上次有天狼星 什麼都不足為 一點也不足為 他們有灰 有藍 有綠 沒錯 可能綠色是不知什麼 但當中他們說的 很多句裏 當然有不同的版本 有些證據挺有趣的 就是說 當時其實如果 有些個案說出來 說外星人是有三個屍體的 但其實有些說法是有兩個屍體 一個是在生的 甚至有說到 一個在生 所以他們有一個ABE 其中一個 另一個說法是 原來當時聚位之後 解剖那個時期 原來他們是有另一艘飛船 下到來是 批准他們去解剖 而當時是有其他 八個外星人在場 這是其中一個版本證據 你很難證實真是假 有一次訪問外星人 又說中途死了 所以這也是另一個版本 這個就是張羅茲偉 在生的走去盤問那個 但當然實在太多 例如這個Jim Dennis 後來他已經是朋友 告訴他 但我懷疑的地方就是 外星人知道你的地球 在解剖其中一個 他的同類 他怎會下來站著看著你 給你解剖他 他是不是也會拿回C 如果你在日本 躺下了 我去日本接回你的屍 菜 我也不會讓他解剖你 你不要 立即拿回香港 你也希望我運回香港 其實我也想看他 你也想看他開錄是甚麼樣子 我也想看他去看 晶片放在哪裏 我拿回來 我也會拿來 在香港 處在那些不關照 當然 如果沒有覆製我 我就大問題 不行 所以這個是其中一個說法 但當然沒有證據 但問題就是 那個Jim Dennis 他當時也說了一件事 有任何接觸過這些人 或者見過任何外星人 也好 飛機也好 任何個案都好 都會警告的 你不可以說出去 甚至他被人恐嚇到怎樣 如果你說任何半句 他會說 你會去地獄 即是你會去地獄 即是他會恐嚇到這個地步 即是一定會拿你命 是的 但很有趣 其中一段 一會再播一段 就是那時有一個叫Pete Anyer 退休了的軍官 Pete Anyer Pete Anyer 他也是他的同事 他當時有很多 他都是做軍人 也是親眼見過這些 所謂的綠色外星人 而且他也是有些 綠色的都是大眼睛黑色的 他這裏沒有這樣形容 可能是同一種 也沒有知 當時他也是受到 他的上司的警告 但他也是說了 即是說完之後 就說任何人都不能透露 甚至警告他的話 都不能說 直到今年九十多歲 他現在說出來 當日他怎樣被人警告 可以聽一下 他形容出來 當日他怎樣被人恐嚇 有幾句的 一句 我會叫你怎樣按 這個是我按錯了 是 是 他問他的嘗試 究竟發生什麼事 他直接說 你要收聲 你又會被殺 是 你看到他們的樣子 他們剛才所說的 那些樣子是怎樣的 很凝重的 到今時今日 他也是很凝重的 你想想 如果當日我二十多歲 你告訴我 說一句 就會被人射死 到今天九十多歲 我才這樣說出來 其實那個 那個恐懼都幾慘 七十年 還有那個心態都幾 幾十年 都幾害怕 但是現在 我恢復電視台 就是他找到這些人 肯站出來說 其實美國自己本土 都很多人想 踢爆他的政府 是 絕對 絕對是 尤其是 現在這個年代 因為現在 科技的發展得太大 人的滿足能 意欲是高的 就是覺得 現在五十多年前的 這些檔案 你都不肯說出來 他們會覺得 不禁心 甚至現在 你想想 這些九十多歲 還未死的軍人 他們現在竟然肯出來說 可能他們都覺得 就算你現在殺了我 都怎樣 都夠了 麻煩你幫我 有些人 都去了一個位 其實都幾 幾 反當年的事件 他都說明 當然 真的被人不敢恐嚇 我也覺得 純粹是一個氣球 你恐嚇來做什麼 如果沒有事 你用不需要這樣 不過那條絲 應該仍然保存得很好 應該 如果 當日 沒有任何其他外星人 下來拿回來 就是 如果你說 解剖議員 分開了一瓶瓶 當然是 如果真的下來 就是 拿回來 再走 那他這個外星人 的家人 都會希望 他有全屍 回到他的外星 怎麼會留下 些層次 給你分開瓶瓶瓶 可能分開了 分開了 可能不解剖座 都要拿回來 可能現在都沒有 可能有拍到video 就給你研究 但這個真屍就拿回來 但我覺得 以人類的性格 可能就算外星人 真的拿回來 拿回來也好 都硬硬會切一筆 收藏 我覺得 會 人類的性格 其實 那個 聚毀事件 那個地方 那個人 那個 主人 剛才你說 叫什麼名字 Junior 叫什麼名字 叫什麼名字 Jesse Marshall Marshall 為什麼他當年不收藏 他收藏 因為事後 他要通知上司 他收藏到這些東西 以及要上司現場 去清理這些東西 但他第一個發現 已經保留了 拿到房子 沒錯 後來所有事情 都要繳交 他沒有 我沒有拿到房子 他是軍人 第一他是軍人 第二 如果你當時想想 所有人 有牽涉的人 都會被恐嚇 你想想 他有老婆仔 如果你連交出來 你真的不想連累家人 這個是一個 當時 1947年 二字大字 剛剛結束 沒理由 立即想自己出事 這個是我覺得 他們的心態 我覺得 靜有可原 靜有可原 除非告訴我 其實他真的 靜靜的拿了一塊 可能他的兒子是有的 然後現在 拿出來 彈彈一下 看多厲害 但現在可能他有 也未必敢拿 又要等多五十年 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但他現在說沒有 但他就說他仿製了一些類似的東西出來 假的 他仿製了做什麼 當天他看到這樣的東西 是釘帽來的 有沒有看到 有 釘帽來的 那些棍 一支長的 好像公字鐵 那樣的長型 上面是有些 粉紅色的文字 很優美的 可能林燕尼 粉紅色的字 有一個個標誌 一排排 不到的 他當時看到都說 不知道是什麼字 但他自己仿製了 就不是真的 嗯 可能是真的 不過他說仿製你 煙幕 我非是這樣 我非是這樣 但是 去到 幸好時間都說了所有的事情 其中一個 還要幫忙發掘泥的人 就是一個女士 那個女士叫做 Lancy Johnston 可能她結婚了 她姓不同了 她的父親就是 Alvin Astley的一個軍官 她這個軍官 在當地 羅茲威事件裏面 她是一個很重要的人物 因為她當時 去到現場 是負責清理 那些碎片的 其中一個軍人 指揮的人員 他還是 Edwin Astley 如果打上去可以看到她 可以可以 Edwin Astley 不是找到網址 找到她的資料 找到她的資料 沒錯 而她 負責發掘 現在發掘地面的人 這個女士 就是她的女兒 其中一個 她為什麼要 現在 她也是 她都聽了她老爸 說當年 在家裡告訴她 真的撿了一些東西 因為她 其實這麼多年來 她說回一個背景 就是當時 她說當時軍人都守得很嚴 你想想509號部隊 是擁有原子彈的部隊 我想她守的紀律 是更加嚴的 更加嚴 她說當時 甚至是她的女兒 她說 她是負責清理現場的一個人 她說她都是 由她 當日開始 當時 到她 她老爸 重病 當時 她老爸 都是半句都不肯說 但問題就是 她說 她女兒 每一年 每一刻 都跟她老爸 說不如你告訴我 你見到什麼 但她老爸 都說 我不可以說 因為我有一個 保密條例 還有這個軍官 還有一件有趣的地方 就是 原來這個軍官私底下 是跟 因為 娜之威事件 飛碟事件 這件事 跟當時的杜魯門總統 是通過電話的 其實杜魯門總統跟她說 她說 這件事 你是不可以跟任何人說 於是她就跟她說 因為我答應了杜魯門總統 我不可以說 所以我任何事 我都不可以說 但是 我覺得 父母 真的 有一片良心 都會告訴她 她說 這個女兒 她說 到她臨終之前 她坐一個櫃 在床邊 她說 她當時 一路 在她爸爸的旁邊 就說 你不如 真是你死了 你不如 跟我說 你當天 真的見到什麼 她一路 搖她爸爸 你一說 說給我聽 你真的見到什麼 這樣 要在課 第四段 就是說 究竟她爸爸 真的見到什麼 她說出來 這些 這些真是 這些真是 這些最old school 最正的 錄不到 欸 欸 什麼事 我也不知道 什麼事 我剛才錄不到 我剛才說 難道我 看看她 Pathy what did you see what did you see and finally he said creatures creatures 哇 即是一個creatures 一個生命體 臨死就說了 creatures A creatures 即是一些生命體 哇 臨死才說一個字 是的 你想一下 他是很遵守那個承諾 他真是man of his word 但他又很醒目地 他沒有說到alien 他反而是說creatures 我覺得他的爸爸其實都很smart 但我覺得他講這句其實都令到他的女兒知道什麼事 他的女兒也都忍了這麼多年 因為他也不可以敗壞他爸爸的名聲 他爸爸死了很多年之後 到今天 到今天才跟電視台說回他爸爸當日說的話 我都覺得原來電視台都用了很多心機 整個拍攝 這次你說的電視台 拍攝的特輯 用了多久的時間做資料搜集 或者是曾經有沒有經歷過一些特別的事情 他沒有說到做了多久搜集資料 我想at least都幾年了 但是這個節目一播了之後 有沒有引起很大的震撼 在美國來說也是一個大的討論 不是很震撼 但是一個討論 因為始終都是一個 他找到這麼多現世還在的人物 一些現世人物的女兒子肯說話 還有現在所謂的挖泥的檔案 就是找到一個罪 即是剷下去的那個位置 那個位置 雖然他不是說一些很震撼的事情 但是你聽起來好像一個 即是當年有了 有些很實在的東西 讓你看到聽到 我想在我們在世期間 都很難有人會走出來說 那外星人就是這樣的 他的眼睛是綠色的 這是來自什麼星的 他是不同的做好 不會有這一天的 你怕你等不到 等不到 肯定等不到 五十年我都不應該等到 肯定等不到 你覺得是嗎 我覺得我肯定等到 我覺得有機會 我覺得我最多 現在我已經過了二分一的生命 嘩你是不是這樣 那你多二分一 你也有幾十年可以看到 二分一也只有二十多年 那你… 對 三十多年 我想二十多三十年內 我們會看到大事 哎呀 哎呀 我覺得是我們到… 你可以的 你身體那麼健康 但是現在的感冒 最後兩星期 怎麼能撐呢 順姐 變了種 有一個 有一個 就是阿Moon那一段 說出來 是一個 就是那些細菌越來越厲害 不是的理論就是 有些壞的外星人 為什麼下不了頭 就是因為地球太多病菌 但是我們人類是有免疫系統 他們沒有 所以他們不敢立暖下來 就是一個… 因為我們有microorganism 那些什麼… 那些什麼… 那些菌嗎 就是virus那些 沒錯 最微細的病物體 沒錯 microorganism 對 就是在外星人 可能感冒菌已經死得了 嘩 一個一次 我們不是的 Jason兩個禮拜的感冒菌 還沒有事 頂著撐著 穿著 都沒事 是啊 都沒事 可能講的版本就是 幸好我們還有些菌在保護我們 反而是 那這個就是其中一個版本的說法 但是… 即是外星人覺得 我們地球人是骯髒的一群 因為他們有說法就是 他們那個星體 有一個星體 可能是沒有… 就是沒有免疫能力的 因為沒有細菌 就是沒有細菌 過了這麼一代 他們已經沒有了 來到地球就是 我們是有勁的免疫系統 但是有勁的細菌 那他們一下來就不行了 所以他們就不會下來 他們如果可能是那一批 就不會下來 如果有一批是有的 即是他們患了全部是愛知病 沒有了免疫能力 先天性免疫是壞了沒有的 對 對 就是來自愛知國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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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然是沒有免疫系統 對 天然愛知病你沒有 對 即是可以下來 它任何菌都可以 所以如果將來這些外星人來打我們 即是… 即是… 他死得 即是… 即是大家快點檢驗雙峰這樣 我們就贏了 真是雲吞扣在嘴裡 好 繼續回來 夜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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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這個羅茲威爾事件 更加令他的可信性提高 更加覺得雲海更加證實到這件事是奇怪 因為奇怪 因為我覺得 反而是很多矛盾點 或者很多不同的版本的UFO個案 才是最值得相信 因為如果是too good to be true 即是你很順利成長 每件事都很踏實 即是一個沒有這個形式的故事 可能是煙幕 但羅茲威爾的事件就是 你每一派的UFO專家都有不同的說法 即是有人說這個羅茲威爾事件是煙幕來的 有人說是美國政府的一個玩的手段 有人說這是一個真真正正的個案 有人說這個簡直是一個交換條件的個案 即是完全是每一個case 每一個個案都有不同的版本 即是你如果研究羅茲威爾 你窮一生的力量都研究不完 我覺得如果這樣的話 就像一個歷史事件 即是有這麼多人令人著迷 是的 而且我覺得有很多人 偷走去Area 51 在那個Black Malks 黑星廠那裏 即是拍帶 那裏是唯一你不會被人殺 或者遙遠看過去 他真的拍到很多 即是看到的 看到一些光體 是周圍閃 突然在左邊 突然上突然下 他說是地球人 即是在試飛外星的飛機 對 有些人這樣說 還有有些人說 因為他們來到我們 因為他們可以看到他們的身體 變了光 由光去旅行 是所謂的時光隧道 即是超過光速就可以去到 對 譬如黑洞 你吸光了之後 你轉向其他空間 是隧道 即是黑洞 一個自然現象 你可以看到的 有片看的 即是一個黑洞 旁邊有個星球 怎樣被黑洞吸入去 是可以看到的 這個現場有了documentary片 即是打開的 怎樣模擬它 慢慢怎樣 轉一條 變了一條線 吸進去 然後整個星球都沒有了 那條隧道又可以去到 另一個空間 即是我們可能是住在第二個dimension 可能是有五六七 或者是有十二十個dimension 對 可能剛才你說的 有些人形容蟲動理論 即是wormhole 這個很有趣 因為你看STAR TREK 那個悲行的故事 現在已經去到一個 就是用蟲動理論 去講這些故事 他們在講 其實是不同的宇宙 就是靠那條 那條管道 去到不同的dimension 不同的宇宙區 但如果是這樣 其實我們現在已經有人用 有外星的文明 其實我們的地下人就很落後 但我們也有 我們未說落後 我們可能在一班四十人裏 跑第二十左右 有二十個種族可以去到 但有二十個種族都來不到 我覺得沒有那麼樂觀 我經常覺得我們去不到其他地方 也有些來不到我們 離得那些是高科技 也高自衛 所以我們才會害怕 因為他們比你聰明 而且我們現在在用的東西 實在是太毀滅我們自己 所以也是 糟糕 重要 我們有時間就消磨以待 看看究竟會發生什麼 看看我們再細的時間 會不會有些奇怪的事情 會不會先到黑先 很近的 是啊 這個 大家多看六點半 今晚麻煩雲太 好 麻煩你 下個星期是講聖經 絕對是非常有趣的題目 你也在期待你的日本 古靈精怪那些東西 你記得的 日本去撞野 日本去撞野 2007我寫下它了 你不說我 我真的 2010年下 日本撞野 都叫撞野 好了 一會兒給GY 拜拜 拜拜